美国慈祭志工家的茶几上 供奉着琉璃宇宙大绝者 旁边摆放着淡雅的兰花 时间一到 志工们连上线 专心凌望着电视 和台湾花莲金丝金社的法师们 一同唱颂佛法 我想育活不管是在线上或现场 最大的是人心的感受 我们一定要能够感到 感受到那一份要报佛恩 父母恩 美国的育佛典礼 能够在世纪灾疫中成形极为不易 志工们忙着赠灾发放 一路到5月初 才赶紧再加入佛弹节的筹备 那芝加哥的师兄师姐 一面忙着我们的PPE的发放 一面做彩排跟布置 台湾本会育佛结束后 紧接着全美各分会 同时举办育佛典礼 也全程线上直播 从明月高挂的美东 到刚过50不久的夏威夷 甚至前年因坎普灵活 以为平地的北加州天堂市附近 也举办了献上玉佛 虽然新冠疫情让大家不能够 能够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 但借由这个疫情中 依旧苏盛的云端玉佛典礼 让人人省私要一起如素 一起忏悔 一起感恩 一起行大爱 大爱新闻 美国最后报道 美国最后报道